大家好 最近有话有留言说 他家里金锦树出现了黄叶 还有这个静干皱巴巴的情况 如果这个夏天里没有给他 继续的补救的话 他不单单这个叶边发黄这么简单 他整个集中也是会出现 伪念的情况 所以大家这个夏季 一定要继续给他照顾好了 这个温度最好是20到30度的地方 养护是比较好的 这个温度波动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说浇水 浇水的话不要浇得太均 浇太均的话 它有时候会出现叶边发黄的情况 所以最好是等到这个盘土完全干透了 再一致性给它浇透就可以了 还有啊 期待把这个土壤给它松一下 让它这个根系更好地生长 最后就是别忘了给它喷洒一点 这个磷酸啊 金锶啊 20天给它喷洒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抗黄叶 抗导服的作用的 所以大家平时就是给它喷洒一点呢 是相对的好的 另外呢也别忘了给它补肥 因为这个夏季呢 它这个生长期啊 它也是需要大量的养分的 所以呢 在这个室内养护的话呢 建议大家使用这个有脂肥 给它二十五天给它补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是室外的话呢 就用那个脂粪或者是养分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花样们 如果你家里的这个金锶素出现这个叶边发黄 脂感皱巴巴的话呢 就是这样去简单的养分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养出一盘比较健壮的这个金锶素了 好了那么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这个金锶素出现这种情况 如何救治的方法呢 就跟大家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